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恭喜 恭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拍下今晚食物 這是沙薑雞菜心 這是材 這是西芹炒大蝦 這是冬菇蠔豉發菜 新年快樂 今天的早餐 就有昨天做的蘿蔔糕 這個叫什麼 牛尼酥 皮蛋瘦肉粥 還有腸粉 平日晚上的餐 我們就不會餐餐煮飯吃 今晚我們就吃牛肉湯蒙粉 材料超級簡單 有蒙粉 牛肉 芽菜 洋蔥 和生菜 調味料有魚露 看到泰式月色的湯麵都會加少少魚露 所以我就準備了魚露 湯底我會加濃湯煲 其實應該是用牛肉味的濃湯煲 但我家剛好有雞肉味 所以我就加這個 還有九層塔和青檸 這些在街市的泰國小店已經買到 就好了 剛剛我把所有材料 我把蒙粉放在底下 然後放芽菜 上面放牛肉 現在我做個湯底就完成了 好 疫情的關係 我們都沒有出去慶祝情人節 在家裡簡單單打火鍋就算了 平時我們打火鍋的湯底 通常都會用雞湯或者弄湯煲 這次我們就試新東西 試一下這個韓國牛骨湯 至於其他打火鍋的材料 都是我們平時很常吃 和喜歡吃的東西 有生菜、魚片 一定要吃的肥牛 一些丸、豆腐、菇 和餃子 有生菜 Hello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少了出家 我自己在家裡 就多了做一些 平時比較少做的東西 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這個 宜嘉嘉斯很出名的西蘭花薯餅 上網看過的食譜 都是非常簡單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是零失敗的 材料其實不難準備的 因為很多家裡都已經有了 有西蘭花、薯仔、洋蔥、雞蛋、芝士、碎、鹽、牛奶 剛才做了少許準備工夫 將雞蛋打成蛋液 洋蔥切碎 西蘭花煮軟和切碎 薯仔切粒 煮軟和硬成肉 人生菜 台海夠好了 哇 超級香啊